沸沸开心的边走边想 终于可以去女朋友家提亲了 期待好久了 一会儿该怎么开口比较好呢 真紧张 此时忽然从河里冒出一只鳄鱼 一口咬住着未来的心脏关 想置她于死地 沸沸惊吓地用力挣扎并大声呼救 这呼救声引起了女朋友跟丈母娘的注意 可惜的是 她们净若无其事地走过 一点也没打算靠近河边关心一下 正在挣扎的沸沸眼睛瞄到这一幕 心都寒了 在完全被水淹没的那一刻 她绝望地想 我平常对女朋友正好 现在竟然对我不闻不问 难道这就是落难见人心吗